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颠狗日报》电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创刊以来 眨眼又过了一年了 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以月费 支持我们《颠狗日报》和《颠狗马经》的运作 未来这一年我们《颠狗日报》上下都会继续努力 和大家紧贴时事 而我尤达主编的《颠狗马经》会一如过往 除了为大家继续提供高水准的赛日贴士外 也会提供世界各地的赛马资讯 大家记得登入mat.hk 点进去《颠狗马经》 就可以看齐我们每一日 为大家准备《颠狗马经》的所有内容 最后希望大家继续以月费支持我们 每个月两个水 多谢大家 好 回来第二支 今天节目又回来了 我们刚才就讲一讲 就讲一下阴阳五行的平衡 这个世界其实也是 人的思维也是 有时就不要说执在一边想东西 变了来说 很多主观整个情绪 就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又看看一只野猪 它的情绪不是很稳定的 就发生了一件事 好像是发生了在昨晚 应该也是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件事来说 就挺有趣的 那我们去年来说 亦都看到几亥年 有猪瘟 和那一年的太岁 当令的话 以新肖来计 都好像恶一些 那你可能 所以那些猪出现都频密了 那些猪 尤其是香港是特别过瘾的 就是很多野猪出现 还有去年来说 就是没有人会想过 就是说 喂 猪年有猪瘟的 那我们就用玄學角度 就是晨早 就是这样讲了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走到地铁了 那这样才有趣 那这样才很有趣的 这件事 那有很多人会觉得 其实来说中国的一个风水 或者玄学 是否大致上都讲中国和香港 都是 不过我们因为香港人 那我们都集中了 讲香港的事件多了 那其实中国大陆 因为非洲的猪瘟 本来就不是属于 我们中国的东西来的 但是怎么知道 爆发得最厉害 反而是在中国 那你才是个人 就是完之又完 很完 那这件事故 就特别是个人的 就是说那只野猪 为什么会走到 堅尼地城的地铁站呢 还有今年的八字 王师傅也说了 他说地铁站 就会有撞车事故 但这次来说 就是说 因为八字里面 几害害也有 人也有 身也有 怎知道 连一只猪都冲进去撞 那猪撞地铁站 那这件事就这样 那一只猪真的受了伤 都很大只 如果图片一看 这只猪是十分大只 比我们之前见到那些 小小的那些 我想这只一百多日更走不掉 公猪 这只真的走不掉 公猪 他根本上在那个 在那个 櫃口那里来说 整个櫃口都已经是 打横 整个 口已经封住了 可以这样的 那这件事来说 野猪走进去 是撞伤了个人 很不幸的 都撞到有流血 好似 都很厉害 有了 整个血 撞得很厉害 那又说 怎样去防呢 我经常都这样说 有时候有些事情 是防不升防的 当然了 昨天都做得很好 有十五个警察叔叔 不需要放催淚弹之下 将他找渔农处的人 射了两支 射一支那些麻醉劑都不行 你说他多凶猛 接着要射第二支 他才能够倒地 接着就拿了回去 那这个呢 我们有时就是说 看八字有些事情都是很准 就是你说 有时看了出来 那个意象 那个推测出来 是很吻合 就是我们常常说 密杖 讲意象 那我们推了意象出来 那害就是诸 那怎么知道 在八字里面会有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再引伸来看 就是说 香港整年 都可能都会被野猪 或者猪瘟 都是围绕着猪的问题 出比较多 那今年来说 就是最硬的 就是文曲法技 和那些猪 和撞车 就是比较多 那有些人都常常问 明年是老鼠年 会不会老鼠 会有很多问题 都会有的 明年是老鼠年 应该来说 逢鼠年来说 那些老鼠都特别恶的 那可能鼠患 特别多 由这个老鼠所引发的病痛 病症 都有关系 那所以十二新肖的设计来说 就十分之微妙了 这一样东西 那这只野猪 就在坚尼地城昨晚 就造成 就十分之恐慌 因为在那里一走的时候 都很多人都很害怕 很不幸 希望被撞伤那位女士 早日康复 祝福她 好了 那我们今天来说 另外一个主要题目来说 都有一点补充一下 特首的八字 是吧 就是我们纯粹用八字 去看看性格 下一张power point 麻烦 再下一张 是的 其实为什么要补充呢 因为有些观众 甚至乎身边有些朋友 都想问一问 就是我们上一集说 譬如说 他会 明年的运势没那么好 是吧 明年走 根子 根子 金水 有些亦都说 他今年会不会出问题呢 或者今年会不会 有些说 看他会不会下台呢 我会看他被退休 而现实来说 我们在网络上 听到很多都说 他今年会什么 会有个 就是他们一些叫做 用回他们的一个 叫做现实状况去分析 就说他今年都会有 很大机会出现下台这个情况 但如果我们纯粹用八字的学术性去说 如果要看今年有没有机会 其实有的 今年在哪个月份呢 在十二月 十二月份就 真是很大机会了 丑月 不是 不是丑月 十二月怎会是丑月 十二月是丑月 十二月不会是丑月 子月 这个子月 丙子月应该说 其实他一丑之月 都是一个水谷 其实水谷 那么多水呢 其实就是说 他一些问题就是 譬如 大家都应该知道 水是黑火的 不用说了 五行 水是他忌神 那便出现了一些 名誉上的受损 甚至乎 就是说 情绪上出现问题 其实很不开心 当然 你走水运 那么重水 所以出现这个意象 绝对是有这种 再加上 我们如果可以宏观点去看 那么重水来说 其实可以说到 他是一个 在国际上 有很多压力的层面 给了他 那他可能会 就算他很不情愿也好 他都叫做什么呢 就算这么不情愿也好 他都没有办法去承受到 所以说 可以 直接说 在这个十二月份 就 即是圣诞节那个月 是 很大机会 会有 大家都想清楚 这个月份 这个年 会不会下台 就是讲新历 对 就会在这个月份 这个月份的机会很大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我们会看到 圣诞节 在香港以往 这么多年来 都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那 他偏偏的最不开心 就是这个日子 这些就是 我们在这个 命理上的八字 可以这样看到他 因为 子月他也是 有个害子丑的水局在那里 所以 我会看回 如果真的在今年来认 就是会认在这个月份的机会 会比较大 就是害子丑这段时间 介乎在新历的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 就是讲清楚 刚才我们讲的 就不是讲丑月 是讲在子月 子月就是十一月 就是简单点 说十二月 十二月就是了 就是新历的十二月 今年十二月就是了 如果你说要补充就是这几样 因为始终 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叫做什么呢 对他最大影响的一个五行 这个水 所以他能走水就不会太过了 其实可以看回 我们看回 现在还是火的月份 如果火开始弱 那他就没得饿了 下个月来说就 被他饿了 如果他在火的月份 他就会饿了一点 他的八字可不可以用到肚 用不用肚 用不用肚都没用 他也没有肚痕 没肚痕 他用不肚痕 他也是这样做的 他也是这样的 他的性格已经断定了 硬正 有时性格改变命运 其实有时很简单 我常常说人有选择权 如果当初你不选择走这条路 你便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 你便可以安享万年 但是你选择了走这条路 那些东西很多时候就是会累积的 就是因果 你有这样的因便自然有这样的果 所以你说这个叫做 影响力会有多大呢 只能够拭目以待 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总之水一多 他就不会好了 名誉受损 健康有问题 什么都好 他都是健康出现问题 名誉受损 总之不好的事情 到时会发生在他身上 就是所中国人所说的一个叫做 报应 当然有好的报应 亦都是坏的报应 就只在他前因 是做一些 是做一些 什么行为 而影响到他出来 其实这些都跟因果有关 你说 有没有得化解呢 可以化解 减轻 但是你说 始终都是 始终都是怎么说的 看他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缘 去有一个高人帮到他 但是我相信没有 因为在他那个角度 他不会相信 这个风水命令 会不会呢 很难说 因为上一任来说 都好像曾荫权 都是信天主教的 但是大家都深水清的 或者有些报道 他曾经找人做过一些风水的改动 在礼宾府 我觉得来说 有多多少少 就算你是信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其实都不要紧要的 如果你说 是有一些其他 在玄学方面的东西 可以化解 可以改善 其实都是值得去运用的 是不是呢 就不需要执意于 究竟是什么叫迷信 我经常都说 在我的字典里面 没有迷信这两个字 因为你不迷就不会相信 你不相信也不会迷 很简单 你是一个汽车迷 行不行 你是一个无形的迷 你是一个篮球迷 你是一个足球迷 行不行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这件事 这件事来说 我们就是说 要相信 但不要说拿信 为什么叫做拿信 就是说 每件事都好像有一个老友 他都很稳定 可以这样说 他每天上班 他都要看奇门 才出门 很搞笑 有时我见到他 那有点过分了 有时来说 有点过分了 但是他真的好有趣 他的駕駛又很安全 出门又很安全 很稳定 我见到他的生活 他又不觉得什么 因为现在有apps 在手上 他经常拿手机 不如先看看奇门 但是他也是什么 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我这个老友 他本身是一个律师 他经常跟我研究 就是研究一下玄學 專攻奇門 他很有趣 他經常都會用奇門 擺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他亦都可以說 有時我都會覺得他說 有時都過分了一點點 但他自己不覺得 他是落在其中 但他有時都是以參考為主 就是說大概都是這樣 我們就比較好 好像有時很好笑 約他去喝下午茶也好 他都會看一看 究竟我們去哪裏喝下午茶 那個方位 然後才去 很過癮 有時有些事就比較安全 真的試過 曾經試過兩個老友 突然間在宇晨軒那邊 在喝下午茶 突然間在廚房火燭 幸好我們坐在門口邊 那次都很嚴重 我那次見過 有些這樣的事 我們說有時來講 信就不要拿信 我告訴你 無論任何的東西都是 因為過度 有時來講 太過分 陰陽也都是 你是過陽也都過陰的時候不好 所以陰陽也都要平衡 好了 接著來講 我們又講講另外一個話題 這次來講 我們先講 以天屠龍記的人物性格 好嗎 因為下一次我們再講 這個父親節的由來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想 講講父親節呢 因為上個星期的父親節 來講 都是幾特別 對於香港人來講 黃師傅 我們就在父親節之前 那兩天 有些網民 有些Facebook留言 叫一些人說 你們回家和父親吃飯 父親節搞那麼多 做什麼 講那麼多 其實都不是的 我覺得特別有意 我就留了我的留言 在Facebook那裡 我就這樣跟他講 我說 我會說 星期日會有二百萬人 跟你一起慶祝父親節 你高興不高興 他說 是嗎 誰知道我這句棄言 就成為了事實 是 在Facebook那裡 就不知是哪個網友這樣講 其實我真的是棄言 說真的 猜不到會有這麼虛陷 真實的 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對呀 真實是什麼一回事 有時棄言 有些人說你這樣隨便說都會中 其實都真是棄言大家一句 不是預測的一件事 我們也都跟黃師傅在研究中一件事 為什麼呢 我們都在這裡說 下次講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都問過幾個玩玄學的朋友 他們都學習很多有關玄學的東西 但是他們就不是說出來 就是營業那種的不是全職那些 就是他們很喜歡研究在學術上 怎麼去看 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曾經跟他們講過 這個星期就是 因為出現了一些遊行的人數 方方面面大家都各自提供了一個 不同的方法 還有就是說他們的數字 有時候的差別、差異性都很大 當然我們一看下去 我們有時候就算我們的特首都說 真的很多很多人 就是他這樣說 其實他講了很多很多 這四個字就已經是真的代表了很多的 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們都在那裡 這樣就很過癮 那麼就有些教授 他們用一些科學方法去計算 推算第一個天就十九萬多 另外來講香港好像民意調查中心 他們推論好像二十四萬多 這樣 但是來講主辦單位是過百萬 警方那邊都是說大概好像二十四萬、二十五萬 我們純粹是用圓學角度 就是說可不可以用圓學角度去計算呢 然後之後兩天就出了原來 有一個人是IT人用了一個AR技術 AR是AL技術 AI技術 這個叫什麼技術呢 其實是一個電腦的識別技術 它是裝了在灣仔、銅鑼灣那裡 就是將那些人的樣子去識別 因為電腦來講 它一識別那個樣子之後來講 就不會重複的了 所以它在那個計算那裡來講 我相信現時如果用科技 信科學的話 可能是比較準確的 我們以後再講 會不會我們用一個奇門 八字或者其他術數 去預測這個人數的東西 提供參考 我們今天講一點 為什麼我們講一下耳甸屠龍記 耳甸屠龍記 因為很受歡迎 還有被稱為 史上拍了耳甸屠龍記這麼多次的話 黃師傅說的顏值最高 黃師傅說 什麼叫顏值最高呢 現在來講 香港或者中港台都好 那些中腳文字來講 就已經是很多的形容詞 有些我們都不認識的了 那顏值很高 就是說裡面的主角 都帥仔、帥女多 其實帥仔好像只有一個而已 張無奇 其他來講 就有最主要的主角來講 都很熟悉的了 可能大家都分別看了幾個 趙敏 周紫若 恩尼 恩尼 其實就是朱兒 尤其是這次來講 最彈出 最突出的那個叫小超 小超那個來講 看到這個小妹妹 很精緻很可愛 合乎了整個耳甸屠龍記裡面 索造的人物 無論外形 談吐 整個表現都是的 小超原來是香港人 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 她的名字叫做許雅琪 跟著之後就在演套屠龍 有一個人物來講 都是很受到別人注意的 很有趣的 我們很有趣的說 那個就是滅絕師太 滅絕師太 她其實就是 由香港的一個影星叫周海媚 扮演的 被稱為史上最美的滅絕師太 在無線的時候 周海媚好像是曾經扮演過周紫若的 當然周海媚都很漂亮 現在看起來都不像52歲 說真的 反過來差不多 好像25歲 這個人物的性格就很突出 我們就嘗試用這個紫微斗數 去解釋一下 一個人的性格 跟那個星星有什麼關係 就這樣說 首先當然是說張無忌 張無忌我們在這裡推算 是指微天府星 雙星坐名 就坐在神卻宫 神卻宫 我們叫做天羅地網宮 那廉禎這顆星 帶有什麼性質呢 廉禎來說 是屬於一種叫感情之星 也是一個管理之星 那感情來說 其實就是偏向有一點點 就是像桃花 廉禎是很感性 但是廉禎一化妓 问题就大了 我估计他来说 可能都是廉禎化妓加天赋 天赋星来说就比较聪明 我们常常说 坐天赋星的人来说 人就比较smart一些 聪明 反应快 分析力强 天赋星是带有什么呢 带有天赋 北南斗的第一声 所以都是属于一个领袖人物 但是廉禎一加上天赋 反而廉禎的性质就减弱 我们看到 这个张无忌 就真的看到很多人都在火滚 尤其是他在感情方面 对着那几位女性来说 又好像有表达 又有心内 又放在内心里面 当然如果看过《以天途年记》的人来说 因为明晚就叫做大结局了 有些没看过的人来说 我就不讲了 因为剧透是死全家 大哥不讲得的 我女儿时都问我 究竟怎样 最后的结果来说 就是金庸小说里面少有的 一个比较完美点的结局 大家明晚去看一下 廉禎天府的人 其实少年运其实都不太好 就好像张无忌 几乎死了 后来来说 学到这个九阳神功之后来说 身体渐渐好 又跟着乾坤大挪移 学了这些一身武功 但是来说 梨禎如果他有化忌的话 就对感情方面来说 一定会出现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和一生之中 是非常之多桃花的 就算没有化忌 廉禎坐名的人都会是这样的 甚至乎来说 夫妻公来说 也都不会很漂亮的 廉禎天府 一生之中来说 起伏比较大 和经历很长的时间 才会解决到的 但如果廉禎天府有吉要 或者我们说 由凶患中 什么叫凶患之中 去打天下就成大事 现在来说 凶患中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了 如果廉禎天府在现实上 天府也是财星 如果是做买空买空的工作就行 就是做证券那些 可成大事 但是廉禎天府来说 也有成有败 尤其是天府来说 就没有化忌 廉禎一化忌的时候来说 整个人的性格 还有他一生之中来说 我们都是比较跌宕一些的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张无忌 他一生之中 其实我们常常看金融的小说 我就发觉很过瘾的 我就经常都说 金融这个不是武俠小说来的 是爱情小说来的 他所有大部分的小说内容 都是由感情线去发展 和落物是更加多 如果大家发觉 这五十集的《倚天屠龙记》里面来说 其实武打的场面 其实真的占就不是很多 大部分来说都是说张无忌 就和几位女主角之间的感情交割 感情瓜葛 所延伸出来的事 去到最后那几集来说 先讲到他怎样去抗原兵 那张无忌 我就越看越火滚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来说 他从小时候见过周子药 也都遇过他的表妹 就是欣妮 他投放了有多少情感下去 也都是被女性欺骗的 赵敏最喜欢骗他 但是那些是善意的方法 就是骗他 但是周子药来说 最后真的骗到他透 令到他非常非常伤心 所以联征天府的人 如果相声错命不妨看一下 在感情的生活和一生之中来说 婚姻都不会好 但是辞婚是可以解决的 甚至乎来说 就是说娶了个太太回来之后来说 那个婚姻的生活 其实都说很多冲突 还有来说 跟太太之间的意见是很分歧的 不过联征坐命 都是带有这种情感的性质 也都可以说联征的人 又恒合仗义 是比较上就有正义感的 那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又讲完另一个先 那周子药 周子药来说 其实跟赵敏来说 就是张无忌的感情线 最丰富的两条线 周子药来说 就是由一个很清純 和一个非常之天真浪漫 也都抗拒 不想做娥味掌援 而后来就学了这个九阴 九阴真经里面的 九阴白骨爪 整个人都改变了 其实整个原因为什么改变 都是为一个字 就是为了一个情字 周子药就是 整个世都是因为这个情字 而令到它演变到这么凶狠的 那我们推断它来说 就是武曲破冠 因为武曲来说 我们也都是叫做大将之声 武曲坐命的人 无论男女都好 就以力为财 全部来说 都要一手一脚来做的 一个生意 好像我们见到有些做一些很辛苦 开吃店那些 譬如有些老板 他说早上四点钟开始打鱼弹 又买牛腩 炆牛腩 炆牛杂 他会赚到很多钱 但是一身之中来说 都非常之努苦的 那接着来说 武曲家破冠还更加厉害 破冠来说 大有已经叫做奔波奴隆的性质 武曲家这个破冠来说 也都是主观性特别强的 还有武曲和破冠都是属于将 我们叫做大将之声 所以他们有一个服从性 那我们大家见到来说 因为周梓若来说 就是因为他要答应这个灭绝尸体 要光大何微 而造成了他来说 就不能够推唐这个order 因为上头下order不敢不做 有时候有些事情就很难说 他就没办法自由心正 结果来说他就真的不听 他真的没听到上头order 他自己就自把自为 就真的要跟张无忌去成亲 结果杀了个赵敏出来 那武曲和破冠坐命的人来说 性格是比较刚强一些的 精神一较为空虚 起掌权 那由开始的时候他不想做掌援 结果他的大狮子是丁敏君 丁敏君就是黑黑白白 最后都死在原兵之下 那最后来说他就要执掌这个鹅微 那他为什么这么够胆呢 因为他有九阴真经在手 学了九阴白骨爪 那脾气来说就开始转变了 诗心也都很重 那武曲破冠始终都是杖材 杖声 所以就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性质 如果来说再加这个文昌文曲的话来说 可以说叫做文武兼备考艺除身 另外如果再有这个吉星在现代社会来说 在商界的发展来说一日千里长就善武 南命来说如果是武曲破冠来说 就大致婚姻都不好的了 那除了我们说 因为为什么呢 过硬的性格 过硬 就是武曲破冠来说如果你是做领袖 因为武曲来说也是金星 也都不是很懂得转患 只是懂得冲啊冲啊 刚刚说过《破冥》就是这样 对了 类似这个这样 是懂得冲 还有有大有略有大小小私心 所以那个女性来说武曲破冠坐命来说 就要修炼一下 懂得怎么样 如果我们来说 在这个八字来说 如果你金过多来说 就一定要找水去化一化 那好在呢 破冠也是带有水的性质 那当然了 如果你说在感情上面 婚姻上面来说 武曲破冠来说 坐命宫也好 甚至乎在夫妻宫也好来说 那个婚姻都是叫做不美 因为今天时间就刚刚到了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才继续讲 因为明晚就因为发生很多大事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 以天涂龙记的一些人物的星星呢 就押后了整两个星期才讲的 那因为以天涂龙记呢 都很多个版本 很多人捧场了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再 再讲一讲吧 或者好吗 好 好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